關於2020這件事情 在國民黨內 是發生了很大的 重大的變化 因為兩階段初選的議題 提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國民黨內的一些 要參選的人 紛紛對這件事情表態 感覺是一場腥風血雨的廝殺 快要登場 在這個時間點上 韓國瑜是整個風暴的中心 他要如何的面對 化解國民黨的問題 這兩階段初選 到底有沒有可能 黨主席吳敦義說 有萬分之一的可能 難道不會為了求勝 做徵招的準備嗎 要徵招誰大家都知道 指的就是韓國瑜 所以吳敦義拋出 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性 要做徵招的準備 保留這萬分之一的機會 這對政和的政黨 都是必要的準備 吳敦義顯然是傾向於 有二階段 而且第二階段是用徵招的 方式來處理 國民黨的人選問題 這個兩階段 當然會影響到第一階段 就參與整個遊戲規則的人 所以朱立倫拋出的議題是 只要夠強就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會全力以赴 讓朱立倫說 他只要讓自己夠強 就不會有這兩階段的問題 記者問他說 對於韓國瑜參選可能性 他說他全力支持韓國瑜拼市政 現在初選日期還沒有出爐 時辰公佈了以後再說吧 顯然並不是那麼的贊同 所謂兩階段的議題 王金平則是更直接說 最終如果採徵招的話 是不是會獨立參選 因為他說 如果遊戲規則不公平的話 他會繼續選到底 而他也認為說 兩階段的設計是很奇怪的 他說這是一個假議題 我是真正有能力團結國民黨的人 有傳出說他的支持者 已經在準備獨立參選的連署書 他說沒有 這回事 所以為什麼會有獨立參選 這個選項 是不是因為如果真的是 兩階段的初選制度的話 王金平覺得這是不公平 有不公平的遊戲規則 他有可能會獨立參選到底 至於馬英九被問到說 那你是不是支持朱立倫 他說我從一開始就支持他 所以馬英九是非常明確的表態 在這一個初選當中 他是支持朱立倫的嗎 然後記者問說 你是支持他選總統嗎 馬英九就說 他當時當行政院副院長 是我找他來的 顯然對於一路提拔 朱立倫這件事情 到現在馬英九認為 他是代表國民黨 最適合的2020參選人嗎 顏秀 我覺得 我還要再確認一件事 當然我記得從議員到立委 我們所有的初選 新人第一次的參選 都好像要有一定的連署書 這是以前在黨員剛開始的 我想斯剛就非常清楚 所以我覺得即便要 這裡面有新人嗎 這就是老面孔 要參與總統初選的話 他就勢必要有一定的連署書 要有一定的連署書支持 只是說每一個人 都要自己再另外去連署 要有一定連署 黨員的支持 他不一定是那個比例非常高 但是他勢必要有一些 黨員連署書的支持 我記得沒錯 應該是這麼一件事情 所以我不認為說 王院長他是一個非常勢大體 我覺得 他說沒有在準備獨立參選 所需要的連署書 他可能在準備的是 國民黨初選所需要的連署書 對 沒有錯 因為我記得是 教授可以擴大辦理 我補充一句好 不好意思 插進這個話 其實王院長他非常的 棒子跟胡蘿蔔一起出來了 威脅也有 利誘也有 這個講比較白不好意思 這個對王院長講 王院長的說法 我精確的 我也看那個專訪 他的意思 他的友人 他的朋友 跟他講要準備好 萬一如果沒有辦法 代表國民黨選 自己連署的這個事情 也要去做 因為我自己連署28萬3千萬 我也可以選 雙個對 但是不是他要這樣做 是他的友人 對 就是他朋友勸他 他還可以做這個準備 支持者 對 所以支持者 所以已經在準備了 所以準備這些東西 到時候如果真不能 突然我們初選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我沒了 我自己來 這個東西會讓國民黨 自稱想 國民黨分裂 會不會最後小英當選 或柯文哲當選 所以這是一種 它是一個威脅 就是說如果真要這樣的話 對不起 我可能 就是初選制度 同意要搞到我們黨分裂 所以兩個都是 吳敦毅主席也是萬分之一的機會 我可能會徵招 我不會徵招 萬分之九 我9990都不會 王金平也是萬分之一的機會 大家如果走上內路 你不要逼我 不要逼我 我殺過大家圈頭 看到沒有 但是我相信不會 然後韓國瑜 他應該也不會 我說四年 哪有機會 信你的後 所以那個就跟 韓國瑜的資格講說 不要那麼急 四年以後我就會讓給他了 但是那個東西會有一個trick 四年以後 就算現在鄭正宗寫的 白紙黑字寫的東西 都未必算數 四年以後只知道狀況怎麼樣 所以我所看到現在的情勢 跟網路上面的這些 你覺得你有沒有煙硝味 這幾個 煙硝就覺得沒有 我覺得非常煙硝 因為我不是國民黨員 我覺得這個觀察 我覺得這個東西會打到內傷 不過重點是 重點讓我講一下 重點是大家都非常清楚 民意跟基層黨員要的是什麼 大家不要看到的是國民黨的內鬥 所以無論初選的結果如何 或這個制度怎麼產生 大家最後必須團結一致 大家都不可以做國民黨的罪人 甚至是大家不能再忍受 國人不能夠再忍受 讓民進黨繼續執政 這是一個最大的框架在上面 要以這個框架 大家來參與初選 那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說這幾位 如果辦理 就是說他們去辦說明會 說決定要參選 我們好多立委說 沒關係 我們就可以祝福 我們不要在現階段 他們還在公平公開的 初選的階段 我們就在分說 我是哪一掛哪一個派系 不會 我覺得公平的制度 大家只要講好 但是大家在遊戲規則裡面 玩 初選結束之後 我們都給予祝福 所以我們很多立委說 每一場我們都給予祝福 因為它就是一個制度內的 規則跟遊戲